第四集 文化单元 台湾必吃的美食 大家好 台湾是个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 追求互相融合 表现最完整的地方 就在饮食文化 很多外国朋友在还没来台湾之前 也许就听过珍珠奶茶 凤梨酥 火锅 这些台湾必吃的美食了 到了台湾就更想知道吃什么好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 根据台北市观光局的资料 最受欢迎的台湾十大美食分别有牛肉面 牛肉面要好吃 面条 汤底及牛肉三大元素缺一不可 从小摊到老店 牛肉面已成为台湾的国民美食之一 各店家花尽心思追求牛肉面好上更好 做到最好吃 小笼包 江南地区的著名点心 以提小 下尔大 知多 味鲜 皮薄 行美著称 传统小笼包的折皱在十四个以上 而更为考旧的 像知名店家顶太风就捏十八个以上的折皱 卤肉饭 看起来普通的卤肉饭 一碗好吃的卤肉饭 滑软 化口 不油腻 从小吃摊到五星级酒店 是台湾最普遍的家常饭 面馅 面馅是生活常见的食材 生日煮瘦面 平时猪脚面馅 麻油面馅都很常见 大肠 鹅子面馅 鹅啊咪酸 更是台湾著名的小吃 鹅子煎 鹅啊煎 也就是煎牡蛎 完美的鹅子煎 外层口感焦酥 肥美 滑嫩的新鲜牡蛎 搭配新鲜蔬菜 咬下去 来自大海的甘甜鲜美 马上化开 口齿流香 是逛夜市必吃的特色小吃 臭豆腐 用豆腐做的臭豆腐 气味强烈 所以叫臭豆腐 臭豆腐有荤有素 特殊气味见仁见智 麻辣臭豆腐 是近年来台湾的新吃法 搭配不一样的食材 麻辣汤底 臭豆腐 加上肥肠 就是好吃的大肠臭臭锅了 鸡排 鸡排是又爱又恨的国民美食啊 在小吃界有特别地位 方便买 吃得饱 快速占领大街小巷 和各大夜市 是台湾很普遍的小吃 提到鸡排就不能缺少珍珠奶茶 鸡排配珍奶是大家的最爱 也是台湾特有的代表性饮品 多年来 从台湾流行到东亚 中东 甚至欧美等西方国家 爆冰 也就是挫冰 日据时代引进 用机器把冰块爆成碎冰 加上配料 就成为街头巷尾常见的特色冰品了 凤梨酥 凤梨酥是台湾的著名点心 主要原料为面粉 糖 凤梨酱 外酥内软 具浓郁的凤梨果香 凤梨和闽来与翁来发音一样 带有兴旺俱来的意思 凤梨酥也是送外国朋友 很受欢迎的伴手礼 以上十种美食 您都吃过了吗 有些外国朋友 完全没办法接受臭豆腐 其实我们也明白 就像有些人不敢吃西方的蓝奶酪 或东南亚的榴莲一样 但美食就是美食 臭豆腐那么臭 还是大受欢迎 一定有道理 这样吧 下次去夜市 请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排臭豆腐尝尝 说不定就上了瘾了呢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f you enjoyed our video Please be sure to hit lik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See you later